究竟叶丽儿姐姐保持好声音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的 最主要是要保持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中气就会够了 那么当年以来 最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 最挑战性的那次应该是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 当晚英国的政府在香港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 那天就选了我来代表香港做司仪 是播到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 都直接播收看 又由BBC播出去的 那很紧张 就是一粒字都不可以错 中英语都要说 你最大的一个得着又是什么呢? 我很幸运 就是我从来没有学过唱歌 我又不会看音乐谱 但是什么都是靠耳朵 在我的唱片生涯上面是 就是很幸运遇到一些对我很疼我的人 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有机会做事 尽量做到你自己的能力最好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座右铭 而到你真的找到一份东西 自己做完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那你知道这份工作是你要做的 但是对于整个乐坛的现象呢? 百花齐放现在是很多creative 很好的人 他们不需要有唱片公司 自己做了 擠上网上 都可以熊得很紧要 这个是很难得的